由华阳海洋研究中心 中国南海研究院和中国国际法学会 联合撰写的 《南海仲裁案裁决再批驳报告》 今天在北京发布 报告梳理了 南海有关正义问题的本质 并对南海仲裁案裁决的管辖权问题 仲裁裁决在历史性权利 大陆国家 远海群岛 岛屿地位等问题上的法律解释 和适用与事实认定问题 以及仲裁庭的代表性问题 进行分析 批驳 进一步向国际社会 揭示仲裁裁决的谬误 和其对国际法治的危害 报告指出 南海仲裁案裁决已出台8年 中国不接受 不参与 不承认的官方立场 已为国际社会广泛知晓 近年来 个别域内外国家 仍将非法无效的 南海仲裁案裁决奉为归列 反映了个别域内国家 试图坐实裁决 强化单方面主张的战略误判 也反映了一些域外力量 搅动南海局势挑拨中国 与东盟国家关系的险恶用心